謝謝 主席,我們另外一位同仁 敲和會的官員 大家 就快午安了啦 大家好 主席我們可不可以請吳委員長 吳委員長有請 吳委員長 這個我對你非常關心 尤其是我在外交國安委員說帶觀察名單說很認真 來接受觀察 繼續跟你舊教 因為剛剛蔡宛蘭委員也曾經問過你的國籍問題 那你現在是還有沒有那個美國國籍 沒有 但是我上次跟你要的時候你信誓當然所有給我都沒有給我 所以你去退 所以你這個都在這裡跟我應付應付哈啦哈啦不行 因為你上次有時候要給我你那個去放棄的證明 沒有 聽說你早上又再答應那個蔡宛蘭委員要拿出來了是不是 好我們把四個人 怎麼樣放棄這個外國籍的證明拿 對嘛這個就不要常常被問 這個這樣子的話很不好 常常帶 類似帶觀察名單很不好 其實你就直接把它拿出來 好那這樣的話大家就比較 比較好 好那我再開始就問你那個公務的問題哈 這個今天的頭版頭條 又再講到兩岸戰機啦 F-16齁類勝頭等等 但是我們齁買不到刀 那為什麼要講到戰機的問題齁 我覺得很奇怪耶 這個 不是已經要國防修兵了嗎 所以意思就是什麼都不買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從這個國防的角度來講好像 我們已經沒有敵人的樣子啦 你在僑屋上齁 你究竟你現在還有沒有競爭對手 我們僑屋啊 永遠不是競爭 我們意思啊 敬了 意思自己怎麼跑 我們不要跟人家這樣競爭 我們自己怎麼走 怎麼走 我們好自己的來發揮完 你在走的時候有沒有去 那個 想辦法對這個中國方面的 僑胞做一些努力 讓他們認同台灣 還是 你就 放任他們 或是 認同他們的所謂的反毒促統呢 我們 絕對沒有 認同 反毒促統 絕對沒有 但是他們有沒有在這樣做 中國哈 在對他們的所謂的僑胞 你知道美國人比較熟嗎 他們有沒有在做這種動作 在做反毒促統的這個動作 他們有這個 反毒促統的這種 會議 有這種 喬舍的組織 有嘛 連組織都有了 所以表示有在做 那你說你不跟他 不要講對抗啦 至少也要把他 說明後 後事說 想要把他導正 那這個動作 你也要做嘛對不對 那個謝謝 如果 委員要我們去導正的話 我們就可以請他們出發 跟他聯繫 謝謝 謝謝我們來做 這個部分很奇怪 因為 這個馬英九 總統 雖然他自己不認為他是總統 但是既然顯示我們都稱他為總統 那 他說奇怪 他說要外交修兵 他有沒有提過說要僑務修兵 這個 去年的六月 總統有講到僑務修兵 總統講的僑務修兵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全體 也是為了僑洩的和諧 為了僑社不要這個有互相拉扯的關係 為了僑社在當帝國的福祉 為了僑社 僑民在當地國的福利 大家要 為了自己的福利來 你剛剛講齁 不是講福利 你剛剛講的訴訟 你不認同 反讀修兵嘛 而且你也講到 中國那邊 也有做反讀修兵的社團嘛 所以這個挑釁的是他們呢 不是我們僑團吧 對 那不是我們僑團 為什麼我們要僑務修兵齁 意思是叫我們不要去挑釁 我們要再挑釁嗎 還是你已經開始挑釁了 如果他們挑釁 我們也要和諱的 跟他講說不要這樣子 所以我們 不要人家挑釁我們 跟他挑釁打起來怎麼辦 那你這個意思就是僑務修兵是不是 這個總統有說僑務修兵 在僑社裡面 為了僑社的團結 為了僑務修兵 是這樣子嗎 你這個僑務修兵 這個是對你們來講很奇怪 做一個僑委會 竟然在講到僑務修兵 還要你在那邊解釋半天 喔 不知道什麼叫做僑務修兵 我在美國 特地跟你講過 在我們國謊修兵 外交修兵的情侶之下 僑務更重要 只有你僑務 透過我們民間的 僑胞 才能夠確保台灣 這個 國家 的主權 還被尊重 不然的話 恐怕也沒有僑務委員長可以做了 如果你同意的話 你要做什麼 你還要做僑務委員長嗎 這個 跟委員報告可能我們解釋的不清楚 僑務修兵 不是僑務修兵 我們會更努力的 更認真的 來為僑胞來服務 我們會更努力的 更 make 說更多的朋友 來為我們中華民國來台灣 所以僑務修兵 不修工 不修工 但是快修課了 怎麼會修課 你看 我們現在僑務委會做得不錯 因為 你不誤正業了 我問你 你說 你要對僑胞 你現在的僑胞是台僑還是華僑 只要對中華民國 對台灣 有興趣的 對我們 伸出雙手說 要幫助我們的人 我們 都是我們 盡可能服務的對象 這個我看 你們要三整一算 不然的話就要撤掉 因為既然僑務修兵就要撤掉 上一次本來要被撤掉了 這個應該要撤掉 你如果不撤掉 那表示你錢太多 你連台僑都服務不完 你現在還在那邊 我要多交票 要幫他們服務 這個所謂的服務 對象 你要非常清楚 是誰 納稅者的錢 給你來做僑務 委會主委的 是誰 台灣的同胞 不是中國 你不要把錢拿去那邊 對華僑 在那邊交朋友 等等 那這個我看 也不是叫做僑務修兵而已 你知道嗎 這個我看 這是配合整個馬英九的做法 馬英九越來越大膽 本來他講國防修兵 講外交修兵 現在連你的僑務 手也伸進來 僑務修兵就不要了 僑務就不需要 哪裡有一個七的七長 還需要一個僑務委員會主委呢 他說他是第七對第七 為什麼第七需要一個僑務委員會主委呢 這當然是一個國家才叫做僑務委員會嘛 那他現在國家不要了 竟然連僑胞這個部分 他也說要僑務修兵 他為什麼要講這種話呢 為什麼要特別講僑務修兵呢 那意思就是說僑胞跟台僑跟中國那邊的可能有在 什麼 曾祖 有在兵啦 兵 他才說要修兵 不然有什麼可以修的呢 對你 委員長你不會覺得說 你這個 上一次我跟你講說 心事淡淡 說這中國這樣不行 我們要跟他好好的 好好的把他怎麼樣子 導正我們要照顧我們 現在呢 講得好像非常軟 是不是要趕著一定要這麼軟才能夠繼續當官呢 這不對嘛 對不對 不要這麼軟嘛 你僑務該怎麼做 你僑務只要是要保護台僑 對不對 我們一定保護台僑 新僑 對付我們 對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友誼的 友善的 支持我們 新僑是哪一個國家來的 新加坡來的喔 新加坡來的叫新僑是不是 你說新僑是什麼 聽不懂呢 你說新到海外出去的叫做新僑 奇怪 那只要台灣出去的都叫台僑就好了 為什麼要分化呢 對不對 你這樣子有分化的誰你喔 只要台灣 你是有分化 你一直講台僑台僑 我們一直到現在的都是華僑僑胞 只有你自己在分化 什麼台僑台僑台僑 你講華僑有沒有包括中國去的 這樣講就清楚了嘛 他們有沒有納稅錢給你 好讓你去處理這個僑務工作啊 你講的華僑是不是有包括中國過去的 孩子有沒有包括新加坡過去的 有沒有 所有 主要我們在海外的華人的調色 對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願意支持的 我們都願意跟他做朋友 那你錢太多了啦 做朋友跟做朋友 不要把這個定義成你的 其實做朋友也不必要花錢啦 我們所有的錢喔 這是誰交納稅錢給你去做僑務委會主委的 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啊 對啊 那你要做這裡的啊 你怎麼能夠說變成說 從那個新加坡記得咧 中國記得咧 我都要照顧中華民國的國民的 中華民國的僑胞啊 中華民國的僑胞很多啊 這個很多的僑胞 甚至於 甚至從哪裡 從越南過去的算不算 我們只有算不算嘛 不要亂扯啦 新加坡過去的算不算 中國過去的算不算 主要他們願意對中華民國支持的 主要他們要幫助中華民國台灣的 主要他們不把我們吃掉的 主要他們不討厭我們的華人社會 我們都願意跟他交朋友 交朋友 我意思你當然也會去跟美國交朋友嘛 你會跟日本交朋友嘛 你怎麼亂扯咧 我們亂扯 其他東西可以交朋友 但是我現在問你 你的錢哪裡來 你服務的對象是哪裡 這很清楚啊 為什麼要這樣死了咧 你當然也可以去跟 美國人交朋友啊 你不跟美國人交朋友嗎 美國人也有認同我們 美國也有認同我們 中華民國的啊 沒有嗎 有啊 有啊 你有沒有把他當成華僑 我們也把他交朋友啊 沒有 有沒有把他當成華僑 美國人怎麼當華僑 對啊 所以你不能隨便亂講啊 我們是 納稅的人錢 從哪裡出去 你就要服務這些人 這個非常非常清楚 我看你這樣頭腦迷糊齁 不是腰桿太軟 就是頭腦太聰明 專門齁 在用巴賊 想說你這樣巴賊 就可以馬英九 就可以繼續讓你做喬位之位 這樣不對啊 我跟你講齁 你的權利來源 不是馬英九 你的權利來源 是人民的納稅錢 讓你去做事情的 你的權利來源 是要對人民負責的 我覺得是這樣做啊 馬英九隨便 一下子外交修兵 現在又變成僑務修兵 你也跟著跑 這是很奇怪的啊 你僑務修兵你就不要做了嘛 你就沒有這個存在的 意義了嘛 我大概沒有講清楚 僑務修兵不修工 連拉華僑 你把他扣到的態度 僑務修兵不修工 當然不可以修工 不然你就看我回家 不修工問題 你服務的對象要搞清楚啊 你不能這樣子 一下子搞這個 第二個 你們現在用不在籍投票 這些人沒有納稅人的已經沒有納稅喔 因為出國太多人了 你暫時不暫時給他們有投票錢 這個內政部已經講得很明白啦 這個海外跟台商的這個不在籍投票 好像現在還不在考慮當中 我跟你講齁 你這個不一定要注意喔 有僑胞跟我們講齁 你們如果用這個不在籍投票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納稅啦 這個以前是用納稅的意思 當然有投票 那太久了 離開當然是沒有納稅 就沒有投票 現在一通 意思就是要他們再繼續 把這個稅金講出來是不是 也就是說 讓內政部這樣搞 你這樣配合 財政部就知道 喔誰齁 有投票 投票當然是要納稅的義務人啊 所以他們就可以開始 這個 你現在 你現在啦齁 已經在台灣做交委員會主委 你在這裡有繳稅了吧 我怎麼不繳稅 我高誤委員 我還沒有在代國以前 就繳稅 就過去啦 怎麼沒有繳稅 那你在這個做委員長 還有做立法委員之前 你在台灣有沒有繳稅 那時候在美國的時候有沒有繳稅 我家裡啊 不要繳啦 你啦 你本身啦 還沒有做立法 也就是說還沒有領台灣的錢齁 就你知道在美國當醫師嗎 那時候在台灣有沒有繳稅嗎 請問齁 那個時候沒有法律訂收僑胞 怎麼你問我 我再問你回答你 那個時候沒有法律訂收僑胞 怎麼我亂來 我再問你 你怎麼亂來 我再問你 有你就回答有沒有就好了嗎 時間很大啦 沒有就說沒有嘛 按法律問題另外再講嘛 沒有繳稅嘛 沒有繳稅就沒有投票權嘛 這很清楚 那你現在一搞齁 就是要讓他們再繳稅 你知道嗎 不要亂扯 沒有繳就說沒有繳 那沒有關係 因為敵建那時候法律規定 而且你忍不在台灣啊 那你現在當 立法委員當委員長 你可以不繳稅嗎 當然要繳稅啊 問題是現在不在一起投票 大家一見人會回來要繳稅 這個要回來繳稅是法律規定的 所以你好好的拿捏一下 這些僑胞是不是要把他們弄回來 不在一起投票 其實就是要他們繳稅 沒有那麼嚴重啦 你怎麼知道 你說我要負責嗎 不要亂扯 你